我是兔头 嗯 有件事想问你 什么事 不用紧张 不是跟投资有关的 我对自己的工作汇报很有信心 投资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是吗 我对你倒不是很有信心 为什么 我看了你的解历 虽然在学校里成绩还行 但是资历太浅 除了在你们公司 没有其他影视相关的经历 你做的节目 除了一期发现奇迹 其他的收视率和口碑都惨不认对 你和你们公司 都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 达到华瑞的要求 那你还让我做工作汇报 没什么 我是说虽然我没资历 也没能力 那我有信心啊 听起来很傻 总裁 我们不讨论投资的事情了吧 不是有别的问题要问我吗 还记得你上次来华瑞的时候 说了什么 上次 好像说的有点过了 非常不好意思 为什么突然道歉 恭喜你 你赌赢了 你这是在夸我吗 不是 给你带来困扰了吧 如果这都能成为困扰 那你早会保安从华瑞扔出去两次 诶 所以你问的不是这件事 很好 你的智商还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低 真是谢谢你了 我想问的是 你不会把车祸那天的事情说出去 对吗 嗯 好 好的 我不会说出去的 是不是觉得我和你一样蠢 嗯 请问坦白可以从华吗 不一定 但不坦白 一定从严 我曾经问过许默 就是一个脑科学家 我问过他Evolet的事情 没有 没了 就这个 好好准备你的工作会报 挂电话了 诶 等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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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